窗外阳光明媚,让我们一起慢慢打开通往未来之门 您好,我是Kelly 这期我们来聊聊自动驾驶有什么新的思路 在汽车方面其实我们聊过挺多内容了 之前介绍过的最具潜力的人工智能 自动驾驶初创公司、飞行汽车 还有Gottner高德纳咨询公司 为什么把IOB行为互联网作为2021年九大科技趋势之首 聊到自动驾驶现在吵得不能再火爆了 国内外各大车企和很多科技公司都纷纷入局 动辄投资数百亿 那我想问问您,研究自动驾驶到底有多贵呢? 以谷歌的自动驾驶项目Waymore为例 根据福布斯网站的报道 Waymore筹集了大概30亿美金 差不多194亿人民币用于自动驾驶道路测试 您可能会说,这感觉好像也不多嘛 那您要知道,Waymore用于道路测试汽车有600辆 算下来,平均每辆车的花费是500万美元 相当于3200多万人民币的投入 这还不包括其他的费用 您可能会问,那目前比较成熟的自动驾驶货运汽车 应该没那么贵了吧? 我以英国市场为例来给您算笔账 看看货运公司如果真的要配备自动驾驶货车 到底运营成本有多贵? 目前传统卡车的价格大概是7万到8万英镑 如果司机每天轮班16个小时,一年可以赚到15万英镑左右 如果不需要卡车司机,那运营成本就能大幅下降 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是很骨感的 按照目前的技术水平 为了能够保证无人驾驶货运汽车的行驶安全 每辆自动驾驶货车上都需要配备一名工程师 重点来了,这可是工程师,不是卡车司机哦 每年的薪水可比那高多了 再加上为了能够实现自动驾驶 传统的卡车上还必须配备电脑、激光雷达、摄像头等等设备 这样,目前来说要让货运公司配备大量自动驾驶的货运汽车 好像还不是很现实 更何况,目前的技术要做到完全无人驾驶 可能还需要些年头 那有没有什么折中的方案 既能保证无人驾驶,还可以节约成本呢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家初创公司 叫做Vay 是2018年9月在德国的柏林成立的 这家初创公司的独特之处 就在于远程驱动的自动驾驶方法 具体是如何操作的呢 我给您形容一下那个场景 清晨 当您还在享受营养早餐的时候 就可以用手机预定Vay的无人驾驶汽车 系统会自动匹配 这个时段有空的叫做Telidriver 也就是经过认证的安全驾驶员 通过远程驾驶 把车开到您楼下 为了节约成本 您可以自己开车抵达办公地点 之后无需考虑任何有关停车的事宜 这时候 有空的远程安全驾驶员 就会在远程驱动 把这辆车开到下一个客户指定的地点 为通过这套系统 实现了每一辆车最大化的使用效率 同时还节省了乘客的时间 还保证了道路的安全 这也催生出了一个新的职业 就是Telidriver 安全驾驶员 在不久将来 我们的出租车司机 可能可以考虑这个新的职业 既安全 又不用长时间的坐在车上 轻轻松松的在室内就可以完成 具体的技术细节 我会放在翠友堂公众号的文章里 再补充一点 为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和投资机构的信息 说到为这家公司 其实它完美结合了 硅谷的软件和产品经验 以及欧洲的汽车硬件和安全工程 目前魏有70多个员工 团队成员在自动驾驶方面 经验非常的丰富 在加入魏之前 曾经在谷歌 特斯拉 拜腾 亚马逊 优步 奥迪 宝马 等等公司工作过 很多天使投资人的背景 非常的强 包括前谷歌全球首席财务官 YCombinator的合伙人 还有就是2016年 一级防尘士世界锦标赛冠军 Niko Rosberg 也是天使投资人之一 具体信息 我会放在翠友堂的公众号里 关于为自动驾驶这个新思路 您怎么看 想听听您的意见 第一次刷到视频的朋友 欢迎点击下面头像 关注本频道 凯利带您轻松了解 全球前沿科技和创业公司 感谢观看